我本身給人家的感覺 就像是一杯水一樣 透明感 就是小薰 他戲不錯啊 句號 我那時候當藝人是因為 我看到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那時候的節目 他剛好在徵求原住民少女 我想說我想試試看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看戲劇 我想可能以後長大 我可以因為參加我猜了之後 我可能就有機會去拍戲吧 一開始就是以戲為出發 對 我從小就很愛演戲 然後就這樣子誤打誤撞 進入了我愛黑社會 我愛黑社會之後 又開始一連串的發片 我還記得剛開始 Andy哥講說 欸勳你要成為這個團體裡面 然後你要發片 我說我不要發片 我幹嘛發片 我還想誰跟他講說 我要演戲 我不要發片 然後他那時候就和我說 勳你沒有被人家看到 他們怎麼會知道 你是個什麼樣型的女孩子 那自然而然戲就不會來找你 我想說那時候我才17歲 我聽著聽著 我覺得好像也對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我成了歌手 發片 然後導演 導演戲 愛 要你牽我的手 每一天 我要非常勇心感情 會把裡面 好像多了這個女生 當歌手的這一節是多的嗎 超多 會排去 會抗拒 剛開始會 因為我本身 我自認為我不是個會唱歌的人 因為原住民裡面 會唱歌的人太多了 然後我又不是團體裡面 最會跳舞的 我是會有點肢體卡卡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很不會面對媒體 應對進退 講話緊張的時候會結結巴巴 所以這一切都是 我完全想 都沒有想到的路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子 在你做 你沒有熱情的事情的時候 你整個人是很黯淡的 可是當你做一件 你非常有興趣 跟有熱情的時候 你整個人是發光的 我覺得在這圈子我滿幸運的 雖然看似好像 好像很透明 也沒有很高的存在感 可是我幾乎每一年 都會有一部戲或一部電影 就是一直這樣子拍這樣拍 那對也或許沒有那麼 那麼讓人家印象很深刻的戲 很深刻的戲劇 可是真的是有在看戲的 就有看到我在這個路上面 是有在轉變的 所以演戲這條路 你真的要對它有熱情 你才可以走到最後面 因為當你對演戲 對戲劇沒有熱情的時候 我相信你拍了第二部第三部 你就會想要退了 太累了 因為每一天 你拍戲等的時間 比你開拍的時間 還要長很多 你光是一個情緒 在那邊吼 你就要吼很久 所以其實演員的生命消耗 比一般人還要大 GP